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这段影片我们先来介绍如何安装Enjoy Engine 5 以及官方的短时范例专案 首先我们必须安装APIC游戏启动器 就是这边的APIC Games Launcher 这个部分请大家参考我以前的教学影片 我会把影片连结放在底下的影片说明里 安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开APIC游戏启动器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繁体中文界面 其实Enjoy Engine已经有部分界面有中文化 不过我比较建议大家把它改成英文 虽然说中文是我们的母语 不过在城市设计相关的领域里面 英文还是主要语言 大家听说过的任何城市语言 C++也好,Java也好,都是英文 在这个领域里面不用英文是自找麻烦 所以请不要再毕业出去工作了 才发现公司里面用的都是英文版的界面 那要修改界面其实很简单 我们选到设定 然后把这边的繁体中文改成English就可以了 那在改动这个项目之前 我建议底下这边有一些项目也可以跟着改掉 那最主要是这边的这个桌面通知 这两项可以把它关掉 那就不会跑出不必要的通知 那另外Epic Game Launcher 通常我们也不需要在开机之后就执行 所以这一项也可以把它拿掉 那这样子当我们选好之后 就会看到这边重新开启Epic Game Launcher的讯息 好,那现在它重新开启之后 就会变成是英文的界面了 这时候我们再选到Unreal Engine这一项 我们看到这边就会有一个Install Engine 按下去之后 那这边目前出现的是4.26版 这个是目前的稳定安装的版本 那但是在我们课程里面 我们预备要使用的是5.0的预览版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按Cancel 然后再按下这边引擎版本后面的加号 那在这一个新的版本里面 我们按下下拉选单之后 再选择5.0 Early Access 2预览第二版 这个项目 那当然这边4.26版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安装 那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按下Install 然后再按下这个黄色的Install 那在这边我建议把安装的目录 最好是不要放在我们的系统的C磁叠机上面 通常我们的电脑大概都会有D磁叠机 那如果有D磁叠机的话 你就在D磁叠机这边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 那习惯上我就把它取名叫做Epic Games 那选择这个资料夹 那这样子之后任何一个版本的Android Engine 就会装到这个资料夹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利用这个资料夹的名称 来区分引擎的版本 另外我们再按下后面的选项Options这边 那前面的几项东西我都建议保留 那主要我们是把Target Platforms这边不同的平台 把它取消掉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下载的量会达到12GB 那整个安装好之后会达到38GB 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像是手机的Android 或者苹果的iOS 还有像Linux 这几个通通都拿掉之后 我们的下载大小就只剩下7.5GB 那占用的磁叠空间也立刻就少掉了一半 所以我们建议这样子 那等你将来有必要用到其他的项目的时候 你再打开这些选项就好了 好 那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可以按下install这个按钮 那前面这个create shortcut这个选项的话 它会在桌面上面建立一个5.0预览版的一个捷径 所以通常我们也会把它勾起来 那现在按下install之后 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开始下载 那整个当这边的颜色慢慢慢慢整个变成黑色之后 就完成了这个下载的过程 另外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快的体验到 Android Engine 5的强大功能 官方提供了一个展示范例专案 那要下载这个展示范例专案的话 我们先切换到UE5这个标签 那在这个标签底下我们会看到 Download Early Access这个蓝色的按钮 那这个按钮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下载 Android Engine 5的那个部分 所以这个按钮我们可以不用去理它 那再往下卷动 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些说明文件 线上教学等等等等 那到最底下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Valley of the Ancient 这个古文明山谷的一个这样子范例专案 那我们按下这个Get the Sample 这个按钮 它就会连到可以让我们下载这个专案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这边现在它就出现这些讯息 那我们也同样的在这边是预设的专案名称 那这个地方是要把这个专案放在什么位置 那通常我也建议把它放到低此叠基 那你可以在Epic Games这个资料夹 或者我比较习惯都是直接放在跟目录这边 再开一个新的资料夹 那我把这个新的资料夹叫做UE5Project 按下选择资料夹 那我们看到这边就会帮我们做这样子的设定 那我们按下Create之后 它也会开始下载这一个范例专案 现在如果我们点选这边的Downloads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Engine 5还在下载当中 然后底下Create这边是还在等待下载的东西 最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展示范例专案 古文明山古这个专案 然后再更上面一点 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个Quixel Bridge 这个是让我们连接到Quixel Megascans Library 这一个材质库 那有关这个部分以后我们会再跟大家做介绍 那现在我们就耐心的等候整个下载的过程完毕 不过在这边我要给大家一点建议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中等以上的规格的话 不妨直接放弃下载 我所谓的中等规格是你至少要有32GB以上的RAM GTX 1650以上的显卡 那除此之外 这个范例本身它会占据100GB的空间 那再加上下载的一个占存 它总共需要占用掉200GB的硬碟空间 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的话 也可以就直接放弃下载它 好 现在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Android Engine 5 我们只要按下这边的Launch 或者是打开桌面的这个捷径 就可以执行它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防火墙的讯息 我们就按下允许存取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突然连背景桌面都换掉了 因为前面我是希望能够完整的呈现我们整个安装的过程 所以我用虚拟机在我的电脑上面 安装了一个Windows 11的系统来呈现那个部分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真正执行Android Engine 5的时候 因为这个范例它需要用到DirectX 12 那那个驱动程式是没有办法安装在虚拟机上面的 所以这边我又切回到我真正的电脑的Windows 10上面 那我们要打开刚才下载的那个官方的范例专案的话 要先按下最上面这个最近的专案 Recent Projects这个按钮 然后按下Browse浏览 那在浏览这边呢 我们就去打开低磁碟机 打开UE5 Projects 然后找到这个Valley of the Ancient 这个古文明山谷这一个专案 那在这个专案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这个档案 它是专案的描述档 所以我们就开启它 那这样子就可以打开这一个展示范例专案了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画面 并不是专案真正的关卡 而是出现一个警告讯息 告诉大家说你要跑这个专案的话 你至少要有GTX 1080或者是AMD的这个显向卡 然后至少显向卡上面要有8GB的Video RAM 那你的电脑本身也最好要有32GB的RAM 那更好的话大家要底下这个规格 那一般来讲 我再强调一次 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学习Blueprint 程式设计这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大概系统16GB的RAM 然后一般的硬体加速显向卡 其实也就够了 但是如果你是选修场景设计 乃至于之后的互动媒体设计的同学 场景设计我比较建议要达到上面这一个规格 那互动媒体设计的话 可能规格还要再更高一点 但这个规格对大部分同学来讲是有困难的 大概大家比较能够达到的是这个规格 那再来我们有关整个关卡编辑器的操作 我们会在后面的影片再介绍 那在这一段影片里面 我们只是跟大家介绍怎么样使用这个范例专案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按下左下角 这边这个按钮 按下之后呢 你看一下如果它不是显示在这个Value of the Ancients 这个地方的话 你大概就是先去打开上面这个Ancient Content 点选之后再去点选Maps 然后按两下打开Ancient Works 这个关卡 这个有一个地球符号的代表的是关卡档案 那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可能要花相当久的时间 如果你的电脑有符合上面这样子的一个硬体规格 那你只要耐心等待就好了 如果你只有16GB的RAM 应该还是可以打开 但是时间会要更久 你如果连16GB都没有的话 我就建议你根本就不要尝试打开这个专案了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你会看到在底下会出现一些像刚刚那样子的讯息 那可能你看到关卡画面 一开始也是像刚刚那样子整个黑的 然后逐渐逐渐画面会正确的显示出来 那前面那个步骤 跑得时间越久的话 大概就代表你的电脑可能不太够力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下上面的Play这个按钮 就可以来执行这个游戏 不过在启动Play之前 先让我们按下这边这个下拉选单 然后选择这一项 Show FPS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显示 40级FPS 这就代表我们目前画面更新的速度 是每秒钟多少个画面 那以我目前所使用的这台电脑 是用RTX3060的显像卡 那64GB RAM来讲的话 所以可以跑到这样子的速度 那一般来讲 如果大家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这个数字低于30的话 大概你的电脑跑起来就比较不是那么顺 如果低于20以下 我就建议你不要再继续往下跑了 因为你的电脑就可能就是不太跑得动了 现在我们按下Play 那因为关卡比较大 所以它启动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那现在就开始执行了 那如果现在我直接按下滑鼠的左键的话 它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飞行模式 Drone的模式 那在这个模式里面 我们就是用键盘的WASD 在这个场景里面可以随意的飞行 那按下X 我们就回到刚刚的起始的画面 然后我们再按下 比如说按下W 那我们的女主角就会站起来 那这个时候用滑鼠可以旋转画面 我们看到画面前方有一个紫色的光点 我们就按W往前走 走到这个光点的位置 靠近之后再按下E这个按键 ABCDE的E 那接下来的部分 可能会等候稍微久一点 因为在这边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切换到了另外的一个场景里面 所以在这边它会做一些计算 我们也会看到上面的FPS的数字会降到很低 那这个部分也是要看你的电脑本身的记忆体跟效能 你等的时间可能是几秒钟 那也可能是等几十分钟 通常来讲在第一次开启的时候 等个二三十分钟以上都是有可能的 那就可能需要请大家耐心等待 现在画面又回来了 我们看到女主角站在这边 那旁边的这个FPS的数字 我们现在看到它降得非常低 但是当你滑鼠点一下之后 它开始恢复正常了 那它的前进就是一般的第三人称的这种WASD的方式 那当我们走靠近的时候 按下滑鼠左键 我们会看到画面上有一个红色的瞄准点 我们就把这个瞄准点对准入口的地方 打下去 它就会打开这个障碍物 然后走靠近的时候 玩家角色会自动跳过去 所以我们只要按住W 让它一直往前振就好了 好 那在这边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进去 一样 我们按下滑鼠左键 然后瞄准 现在我所瞄准的这个位置 不要瞄到旁边的注子 因为旁边注子打不坏 要瞄到这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它 好 现在这边之后 它就会切换到一段动画 这个就是一个由古代文明所创造的一个机器人 那它站起来之后 就会再回到游戏的模式 好 现在镜头拉远之后就回到游戏模式了 这个时候我们先第一次对准它的肩膀 它就会暂停 在第二次对准它的肚脐的地方 打下去 第三次对准它的头部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击倒这个机器人 那这个关卡其实很简单 就这样子就结束了 那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关卡来测试一下 你的电脑是不是可以跑得很顺畅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代表说你的电脑在使用Android Engine 5 是完全合格的 那之后我们的这些相关课程 大概也就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那要离开这个关卡 就按下Escape ESC这个按键 那稍微等一下之后 它就会再回到正常的编辑模式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有关安装跟这个范例的介绍的部分 我们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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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